CV 接下來這兩個是整週都要注意喔 整週耶 而且這三個呢 還有分時間 接下來這兩個可是連週喔 來 愛情 不要太錯誤喔 不要亂表白是誰 好棒啊 其實是那種專注力超強 一開始工作就已經到外面聲音這樣 經過你的個人世界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把它抽離出來比較難 他在上班的時候 太專心 你下班的時候他要出來 然後他要花點時間 我想要你講你 你要去玩活動一下這樣 才開始有那種感覺 想知道下週你的元氣會很好嗎 鎖定今晚開運鑑定盤 告訴你下週的元氣會如何喔 歡迎收看開運鑑定盤 歡迎收看開運鑑定盤 大家好 我是謝志 大家好 我是錦雯 是的 今天又到了禮拜五了 對 今天去擠啦 對 又是我們這個 不過現在還是過年期間嘛 相信有些人可能還是這個 沉溺在這個放假的娛樂當中 對 過去人家說擠一載擠二載 擠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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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擠一載擠一載擠一載擠 擠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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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所以有些人現在還在繼續在吃東西 對… 但是你想要知道2月26號到3月4號的運氣怎麼樣 一定要鎖定我們的開運鑑定盤 對 沒錯 那麼我們今天的來賓呢 也可以說是符合我們現在過年的氣氛 非常的有朝氣 一定要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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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 恭喜… 對…而且過年啊 大家所有要吃東西 而且也要買我們的師兄和倫東的專輯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師兄… 對… 買我們師兄和倫東的專輯 就會送我們元氣這張單曲喔 對… 然後緊接著我們呢 就是因為發了這張單曲之後呢 就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很快呢就要跟大家見面 也希望大家吐吐指教 對… 所以要多支持我們… 沒錯…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單曲上面很明顯的 有一個這個非常著名的簽名 這個有到過泰國的應該 加持過的 要解釋一下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那個 白龍王嘛對不對 泰國的… 白龍王就是大師的簽名 然後後面還有他用印… 印件 假的喔 所以是老闆特地去這個泰國 老闆特地就是… 飛到… 飛到泰國去找他這樣 然後我覺得還滿感動的 所以過年滿張專輯會大發 對 大發歷史 好 所以希望這個經過白龍王的加持之後呢 大家多多支持元氣 多多時間 謝謝 謝謝 為大家介紹我們的命令團隊 首先為大家介紹我們的新作專家 趙欣如老師 歡迎趙老師 吳威靈動作達人 張惟忠老師 來 大家好 身上攝影學 以及風水專家 江國樂老師 來 身上攝影學 還有我們的塔羅王子 黃士群老師 瓜哥好 好 是的 首先要先來問一下元氣了 三位當中呢 可以說是這個工作經歷 比較多一點的是李悅嘛 李悅是非常 所有的小朋友最喜歡的西瓜哥哥 那現在因為你又是組了這個團體 對 在這個團體裡面 你覺得這兩者 你最喜歡哪一種 西瓜哥哥比較 用情比較深 你西瓜哥哥做了幾年 七年 所以我會 你幾歲就是西瓜哥哥 18 18歲就西瓜哥 幾乎已經是國一了 有沒有就是學校這樣 我最近到一些學校就是西瓜哥哥出外景 然後有一些國中生說 欸 西瓜哥我去看你節目長大的 我差點就 不是 跟他握個手就很好 對啊 反正是小異西瓜 現在變成大的西瓜 又大西瓜 又大西瓜 又變成熟西瓜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兩個工作 帶給我的感覺是 完全不同 不一樣的 跟他們相處也非常開心 對 還滿開心的 因為就是 到了 在YOU TV嘛 有十個大哥哥大姐姐 你就好像在幼稚園跟 全部都一群幼稚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相處 沒有 是因為大家都是 大家都很貼近小朋友 可是來到這邊就是 稍微可以就是 成熟風一點 對 有點不一樣 還是要有點區隔 健鴻算是小童星長大 他算啊 算對不對 健鴻是我看我小童星長大到現在 還是很帥的 我們來問問另外兩位 肯尼斯跟健鴻 我們先問健鴻是怎麼出道的 我是其實 算是參加就是 我最以前應該是說參加我才 就是大概 那時候幾歲 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大概 八歲 憲哥看到這個應該會起死吧 你就是要哪個單元 好像是國小美心男 然後就 真的是美心男 其實他 他在就是還沒有元氣之前 還很小的時候 我跟仁甫就見過他 為什麼 就是好像是上節目還什麼 把他忘記了 還有那時候就是你們有錄那個 少年特工隊 然後在澎湖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去澎湖拍戲 對他在拍戲 那時候年紀就還很小 那肯尼斯呢 我啊 我就是 其實我現在還在唸書 然後 我出來的過程真的是很 戲劇化 因為有一次就是去探班啊 就是我朋友在 之前我們光是拍戲的劇組 然後 剛好我們經紀人看到我 然後覺得我那時候跟健鴻 還小的時候很像 那時候就被抓進去 拍了第一步也上去 我那時候連鏡頭 是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到現在 還好有這兩位在陪我這樣 不過呢 總之三個人是團結力量大 那你身邊有很多的貴人 家人啊 情人啊 所以現在我們就利用文書占卜 請教張惟忠老師 這個下一周會有哪一些人呢 那可能是你的父母 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也許是你的愛人 也許是你的智慧 也許是你的智慧 都有可能 也許是自己 所以說大家來選一個好不好 好 觀眾朋友 下周有什麼特別的人 會帶給你財運呢 一二三四五 請直覺選一張 是直覺喔 沈建宏 三 沈建宏是三 好 李悅 直覺 都會是三耶 沒關係 好 可以 分數越高代表運勢越好 肯尼斯是二 好 鞋子二 五 好 錦雯是五 好 趙老師 二 二等七指數不錯 江老師 我會選擇二 老二選擇 謝謝 我也選擇二 所以觀眾朋友 你們不要想說 我們很多人選二 就一定是好的 因為可能搞不好一出來 什麼都沒有 鞋子 鞋子你選二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跟著你選 都不敢跟著我選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人總是會運轉的 對 總會有高精神福 對 好 來 老師 好 我們沒有人選一 一可能是在美國的陳太太 跟紐約的李媽媽 還有加拿大的陳媽媽 她本身的分數是60分 我們稱她為死魔 為什麼呢 其實在講這個我們所說的 帶給我們特別的財運 她的意義叫做長官 勇往直前抽雍分紅 代表說這個死魔代表說 你在這段時間你付出了很多 不是你該做的事你卻勇於付出 但是你的付出呢 卻是一種挑戰 尤其是別人不願意做的 或幫別人擦屁股收拾善後 但因為這樣子 而因為提升你自己的經驗 而在你的工作上職場上 會分到你其實 意想不到的一些利潤 也就是說逆境中成長 做別人不願意做的 而這時候會受到長官的認同 而不是坐享其成 所以是長官帶給你財運 對 但是你必須要付出很多的 但是這個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不該付出 付出然後又被寫 對… 所以這個是 自己弄Bingo嗎 沒有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 Bingo今天訂的便當 超好 那氣腿超好 我真的要稱讚一下 總不能 要不然節目上 人家都以為我罵他 沒有 後來Bingo有來說一句話 那個便當店真的是他開的 沒有 好 長官帶給你財運 OK 好 還有在場的我們有五位 是禮樂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 好 超多人 為什麼 趙老師 你們說 不錯 不錯 這個要接 其實它叫做 金剛的聲音有沒有 代表指數是100 有家人 靠家人幫忙 家人是我們真正的貴人 什麼有人中獎 見則有份 其實簡單來說 在這個時候運勢裡 你本身運勢其實是平平 但是可能是你的爸媽分紅 或是媽媽的投資成功 買樂透 或是兄弟姐妹在事業上有發達 拉了你一把 使你在錢財上的開拓 事業上的一個提升 都是有意想不到的一個契機 所以你是可以從這個夾縫中 賺到自己意想不到的好處 也就是說 換一句話說就是 你對家人要特別有禮貌 平常跟哥哥有鬥嘴的時候 少惹他生氣 嘴巴甜一點 對媽媽講一點 甜言蜜語 這時候不得了了 當然不是為了這個目的 是孝順本來是應該做的 好不好 所以要孝順 選到二的朋友恭喜 但是呢 我們要先聲明 我們這裡面的所有人 都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當然開玩笑 我們真的是平時決選 你是要講什麼話 來刺激我嗎 沒有 所以現在很想要出 直接就是跳過二 就可以直接到我們選擇三了嗎 就可以想要再開二了 好 選三的是李悅跟健鴻 英俊兩位小男孩 大日光輝指數是八 好的都出完了 是愛情 這個掛代表是愛情 愛情也代表人氣指數 也代表自己的 與人的人際關係 這意思 這是當藝人最需要 它代表情生愛農 有福同享 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你的異性的財源 比你更好 他們的錢財的資源來說 比你更好之外 他本身的財運也比你好 也許是一場電影 也許送你一個小小的見識 也許只是一個 小小的一件襯衫或領帶 這個時候 你所得到的這種回向 是非常的高的 主要它的財源 來自於我們所說的 一個有情有義的愛人 了解… 因為他而是你帶來很多的財富 兩位情生愛農 謝謝 加油… 一共八十分 恭喜… 然後住在火星的李媽媽 跟土星的陳伯伯有沒有 火星生活比較困苦 我們文來也有觀眾啊 文來的 來 看一下 它的指數只有20而已 早選 靜坐冥想 等待奇蹟有沒有 他只能等待奇蹟了 好慘 聽起來是滿悲慘的 他什麼意思 他這意思是說 這段時間呢 你只有靠自己來去想一下 怎麼樣來去減少破財的一個 危機啊 停損點 它也代表了就是說 可能是一個覺悟 才能使你反敗為勝 它也代表是你一個觀念 也許是一個決策 本來這場投資是很大的 你預計要有一個更多的回收 事實上這是一個夢幻 也許是一個陷阱 我們說少賠就是大賺 所以這個掛項告訴你們 在投資的同時 有任何的想法的時候呢 可以做一個更深一層的 三思而後心的一個決策 冷靜冷靜 那麼才能夠不賠 而慢慢的有小賺的機會 可是過年不是大家都要打麻將嗎 對… 那跟打麻將有關係 當然啦 本來我要賭五場排局的 或是我要投資更多的 本來是打兩百三百的 現在改成二十三十 沒有辦法 它底下有寫啊 就靜坐冥想嘛 正在齊齊 就是你在打麻將的時候 就不要動就對了 都不要動 你不動 我不動 沒有 你可以不動 那人家會把你趕走 或者看來是 還有精神很萎靜的 或者很衰的時候 就打落水果 繼續猛打追他就對了 好 好 其次我們謹聞 謹聞仙姑選了 一直都好像不太順的感覺 有 這個掛叫做月乾入光的意思 叫智慧 臨機大洞財寶自來有沒有 明白啊 其實它本身 它本身不是一個 坐享其成的掛 那它本身的臨機大洞 是靠一個智慧身材 也許其貌不一樣的東西 或是平凡無奇的東西 你會化腐朽為神奇 把清水變雞湯 也許人家不要的中骨車 中骨戶 經過你轉賣之後 也能夠賺大錢 也許人家不要的一些衣服 中骨衣服 經過你上網轉賣的話 搞不好契機無限 它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 它是一種創作 一種智慧 一種激發自己智慧 而造成很多錢財的 也代表你的設計發明行銷 智慧 包括軟體設計的 包括做設計工作 都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這個掛像 就是要自己去努力 才會有錢財之來 沒有 這個掛像就代表說 年紀到了之後 自然智慧就會增長 對 長智慧 好啦 選到其實都不錯啦 觀眾朋友不管你選到什麼都OK 謝謝老師的分析 接下來再用問三位呢 就是你們跟師兄 何倫東的感情怎麼樣 應該不錯吧 因為其實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 之前都在內地 然後就是在拍戲 然後像其實他這次發專輯 然後他就來到台灣 算是一年吧 就是一年都在準備這張專輯 然後我們可能有跟他出去 比如說吃個飯這樣子 而且在內地比如說很多工作上面 他帶給我們很大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在內地真的非常非常的厚 受歡迎 而且所以這次他的專輯裡面呢 有一首歌叫黑色翅膀 然後我們就幫他做一個呼應 然後我們這首歌叫守護天使 是白色翅膀 一黑一白相呼應 對 所以才會 所以才會 所以這樣子擺在一起 就是送人家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棒 你看師兄沒有來 你們來這邊也幫師兄發便 所以表示師兄也很需要你們 靠你們來宣傳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利用這個 易經占卜 請教一下這個 江老師 下一週 有人會請求你幫忙嗎 拜託 拜託 也許可能是你的長輩 也許可能是你的父母 兄弟 朋友 或是你的親戚 或是你的家人 但是呢 要不要幫忙 那請老師解釋好不好 那我們以下幾組 282 461 524 254 還有352 好 觀眾朋友 下週會有什麼人來幫你的忙 何潤東會不會幫你的忙 來選選樂 有這個五組號碼 自己憑直覺 跟剛剛一樣選一個 沈建宏 524 524 建宏 李岳 461 李岳 好 肯尼斯 282 預備 起 254 好有默契喔 真的嗎 不要這樣嗎 不要這樣 我要先聲明我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沒有 好 趙老師呢 282 趙老師是282 好 我會選282 3老師 大家逼跳這個 黃老師 我被那個鬼附宣卡音 我選254跟秦文一樣 衝進退黃老師 OK 好 觀眾朋友也趕快選定了 好 送到美國加州的觀眾朋友 好 352到底什麼掛箱呢 會不會有人來找你幫忙 看一下 公婆 家人 家人代表 家人代表 吵吵鬧鬧還是你的家人 可能代表是你的老婆 代表你的女友 或代表你的先生 那這個掛箱叫 借錢必還 代表說 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來跟你借錢 但是呢 你借他錢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他一定會還錢給你 好不好 家人 老婆 女友 那我們再來看282 282所選有肯尼斯 還有趙老師 還有所謂詹老師 這個掛箱到底是什麼掛箱呢 來看一下 帝哲林 男性有人工作求助 這個掛箱代表說 近日之內 可能有你的朋友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來求你幫他找工作 幫他找工作 幫他找工作 但是呢 找工作請記得 帝哲林的意思 在意見的掛箱代表 居高臨下 你要找人家幫忙 不要太臭屁 不要太高傲 對 應該低聲下氣 拜託人家好不好 真的 對 你不要這樣 張老師說 張老師幫我介紹個工作好不好 他才理你耶 好不好 你看很強勢的人啊 要找人家幫忙 通常都是沒有人會想要理他 對 沒錯 你都那麼強勢 拉不下臉對不對 你說眼高手低也不對啦 稍微要配合環境啊 自己的能力跟背景實力 對 好 那我們看四六一所選 四六一選的 李悅選的四六一 觀眾朋友選到四六一代 有什麼掛箱呢 水雷臀 碎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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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啊 來 各位看一下沒關係 好不好 選到這個掛箱不代表你是 水雷臀 臀代表亂絲無序 代表說 最近可能有碎臀 比你年紀輕的 或是你的小孩來找你說 最近可能感情遇到困擾 可能工作遇到困擾 感情遇到困擾 很多的事情沒辦法解決 希望你來求助他 所以怎樣 你必須當一個老實的角色 幫他開導 有啊 你因為西瓜哥哥 很多小朋友都需要你了 所以李悅 如果最近真的有人就是 而且不只一個 就是至少 沒有 就是跟我 比我小一點點 或是年紀不好差不多的 幹嘛 就是都是感情的問題 然後來跟我講 對 而且我隨便想 不是 我二四 那可以談感情了 對 然後他們都 至少我隨便想想 就三個以上了 然後都來跟我講 真的 他們覺得雙魚座是一個 很好的那個 親自的 雙魚座 你也是雙魚座 我也是雙魚座 我也是雙魚座 好 我們看第三個 五二四 五二四有我們健鴻 還有黃老師選到 五二四到底 二五四 好 你是二五四 好 健鴻選到的 五二四是健鴻選的 五二四到底什麼掛項呢 折風大過 唉唷 長輩壓力太大 唉唷 來 各位看一下 我說好像滿準的 折風大過 大過到底壓力過大 可能你的長輩可能有困擾 或是說你跟你的長輩溝通有問題 出一些問題 你長輩需要找你溝通 或是說薄熙之間 趕快給我一個那個 之間有問題 這裡 超準喔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那個壓力過大的長輩是誰 不是 家裡的人啊 媽媽 家裡的人啊 就是家庭的問題 然後找你幫忙這樣 因為可能 反正就是壓力過大的長輩就對了 可能過年期間就是要 跑通告有沒有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收入 然後可能 家裡的人就想說 欸 要海外喔 想說喔 他出去外面賺錢嘛 就拿錢回去給媽媽 要給媽媽 唉唷 我們兒子會賺錢喔 小朋友要 來 我們兒子賺錢 你要吃什麼 今天我吃了 就這樣嗎 好 就這種壓力就對了 有時候就是學生藝人的 就是年紀比較小一點 藝人就會有這種心靶心嗎 就會這樣 很多藝人都負擔家庭啦 那一樣我們如果選到 這樣的觀眾朋友 代表說你可能需要跟長輩 好好地做溝通好不好 多多關心長輩 關心你的父母好不好 對 關心一下 準準準 他自己心理知道就好了 建宏 你是很心疼 你賺的錢沒花掉 其實也不是就是想說 幫助家庭這樣子 但我就是這樣想就OK OK啦 我覺得你講半天就是 養不膜啦 OKOK 沒問題 你快哭了嗎 不用擔心有事情找西瓜哥哥 對 還滿常那個 當成 內心茫然的人 可以找西瓜哥哥 OK 那其實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個掛像的話 代表說 你的爸媽媽可能需要 你拿錢過年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可能過年前沒有包紅包 所以 爸媽媽有金錢的壓力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 選到254有我們的鞋子 還有錦紋 還有我們的黃老師 到底什麼掛像呢 風折中符朋友 缺錢求助 來 各位看一下 在一斤的掛像 風折中符 這個折代表沼折 風在水面上吹過 船過水無痕 所以怎樣 朋友來求助 那朋友是來跟你借錢的 船過水無痕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千萬不要把錢 借給你的朋友 為什麼 船過水無痕 他把你借完錢之後呢 可能塞尾娜娜再見 從此不見人意 找不到了好不好 所以 選到這樣的觀眾朋友 千萬千萬不要把錢 借出去好不好 鞋子 我問你 如果 好 我們來演 如果我是你的朋友跟你借錢 你會怎麼樣拒絕我 鞋子 五萬 我們大家互相體諒一下好不好 我比你還窮 再說 你現在接到一個貸妝節目 你騙誰 兩個房貸的貸款 你只要兩個 可是你的貸妝節目 你騙誰 只有一個而已 我們是兩個以上的貸妝 但是聽說你有錢 這麼五萬 你拿不出來 沒有 五塊有 沒有 借盡還是不要有任何 金錢上的糾葛 對 沒錯 我跟你講以前 我就借很多錢給朋友 現在我學會了 我錢就給我媽管 如果你要借錢你跟我媽講 我媽願意借你 我OK 真的 真的 因為 結果他媽媽把他所有錢 都借人家 媽 我就是要你幫我承坐 對 我做的OK 不是那個OK 對 沒錯 所以來這邊講 選到這樣的觀眾朋友 千萬千萬你一定要找借口 來做拒絕 因為是這樣 朋友借錢可能不會還給你 好不好 謝謝老師的提示 謝謝老師的分享 好 剛剛我們也聊到了這個 沈建宏 沈建宏現在才15歲 國二 14歲 14歲 但是在 就是國二 國中二年級嘛 學校有沒有很多的瘋狂女同學 暗戀妳 其實 現在 有吧 對 就可能有一些 就是我們教室的 對面的那一棟 就剛好可能是學弟學妹 然後就可能 就可能對面的學弟們就是大喊 就是直接從窗戶大喊說 學弟耶 對 有學弟 然後妳就說 神建宏我愛妳之類 隨地耶 OK啦 開玩笑 幫學妹傳話之類 我覺得就是 幫學妹傳話 對 有沒有比較誇張的 女生暗戀妳 暗戀到什麼程度 但我覺得 這已經很恐怖了 因為比如說我 因為我在教室裡 我只要一出去 他們可能就會注意到我 對 所以就可能 會緊張 就可能想說 啊 乾脆躲在教室裡 比如說看書好了這樣 有收到很多信嗎 我來講 他阿嬤擔心的程度好了 因為他們家就住在國中旁邊 然後阿嬤都會下 就是有空的時候 就跑到頂樓去 然後這樣很仔細地看著 看他孫子有沒有被女生纏著 然後這樣一路看著他回家 所以他下課都不敢亂跑 所以一定要直接回家 講阿嬤情報局的 就比如說放學 比如說 比如說5點放學 然後5點比如說01分回家 然後阿嬤就說 就阿嬤就拿一個鞭子在那邊等 就這樣坐著 然後就等說 等一下 被學校留校查看還是怎樣 就會叮就對了 OK啦 就是很受歡迎 但是就是說 學校裡有一種奇怪的 就是怎麼講 因為以前我在學生時期 我也是當 就開始當藝人 那因為我們那學校 很多的欺陶人 欺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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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厲害 很帥 很帥 手兩條要聽一下 你學得好像喔 那你都怎麼回答 因為我在那個環境長大 OK 那你都怎麼回答 我就不理他 沒有人家 騎逗 我自己的回答 陳建宏有沒有人在學校挑釁你 有 有啊 比較少 怎麼弄 他都怎麼弄 就比如說 就有些就 就很故意 就是直接在你面前唱的歌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就唱得很好笑 然後就 很煩耶這種 然後我就可能故意說 你知道這首歌喔 然後他說對啊 他說那首歌還不錯聽這樣子 就跟他聊起來 所以他們其實 不會故意挑釁 都還蠻照顧的 有沒有那種碰到來 就說你有什麼好臭屁的內容 類似這樣 還好耶 以後如果碰到來有這種挑釁 就跟他說謝謝啦 他就多多支持這樣 對 我會 不要沒事找事做齁 他這個功課呢 有沒有壓力 還好 其實我覺得 我考試的運氣真的還不錯 你現在都第幾名的那種 就都有前十 像這一次其末考也有前十 那肯尼斯呢 不錯耶 我啊 其實我 因為我在中立念書嘛 然後大學 我念中原大學啊 我哪一系的 土木工程 跟我一樣 真的喔 我也是念土木工程 真的喔 那你們應該了解 其中的痛苦在哪裡 對啊 老師都很硬 以前念土木工程還要做沙發 還要綁什麼鋼筋水泥的 好好笑喔 做沙發綁鋼筋水泥 工廠實習課啊 而且還要測量對不對 測量啊 測量是最輕鬆的 我們也建築了 我們也建築了 大家都是不是本行 所以 所以那個肯尼斯的壓力 是比較大的 對 可是我比較不會 遇到女生同學這個問題 有沒有男生來跟你嗆嗆 還好耶 大學生了應該還好 大學生應該還好 我跟你講最嚴重應該會 就是都在國高中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利用這個 夭壽準塔羅牌測驗 來測試看下週 你會面臨什麼樣的壓力 是什麼樣的人給你的 好 在下週呢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壓力 然後你如何來排解呢 現在心裡面默想就五個英文字 看哪一個這麼在發光 就是你的答案喔 好的 觀眾朋友 如何排解自己的壓力呢 E B C D E 自己選一個喔 名字磨 是那個顏色的關係 為什麼我一直都覺得A比較亮 發亮 A在亮 就你覺得哪一個發亮就選 如果說他真的沒發亮 你發亮他有發亮 那就是有閃光 或者是我自己好像有問題 那你選 所以你選A吧 A 劍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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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豬 E B 你有看我們節目喔 沒有 就真的 比如說在學校唸考卷答案的時候 A B C G 年輕人都這樣 好 來 肯尼斯 A真的在亮 好 所以你有閃光 C 選B 我是C 他是B 錦文B 趙老師 也是豬 C 3 韋鐘老師 來 我選1 謝謝 韋鐘老師 好 我也選1 好 觀眾朋友也趕快選定囉 A B C D 1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你跟這個鞋 鞋子一樣 選答案是C的話 你在下週 會有什麼樣的壓力 第一個就開 好 猩猩 看一下喔 怡然刺得內心平靜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下週 有修行果然不一樣 沒有壓力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下週會有一個這種 咸雲野鶴的感覺 就是沒有像 沒有什麼事情嘛 然後悠哉悠哉的過日子啊 然後 看到別人很急的時候 譬如說 錦文今天很急說 不要那麼忙 然後陪我下午茶嘛 我們去山上啊 旗下那個露天溫泉啊 看星星數月亮多 搞錯了 看月亮數星星多 看星星數月亮 月亮只有一個月亮 月亮太多 月亮太多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時候要排解 只是說你可能 不要把這個悠閒的感覺 過於張揚表現出來 別人覺得 你怎麼這麼爽 對 看你們順眼 好 自己開心自己知道就好 對自己知道就好 好這樣看一下 如果你選的答案是A 跟這個肯尼斯還有李月一樣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壓力 然後如何來排解呢 金碧疤 金碧疤 職業俊貸 勤奮 勤奮 所以在下週呢 你會覺得 這個在工作上 遇到瓶頸 或者是呢 你當家管 你當了這個很久了 覺得 老娘扫定 扫二十年了 你該扫夠了吧 我不要再扫了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 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說 讓你的這個心靈 做一個發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時候其實 職業俊貸是一種 心理的疲乏 所以你心裡會覺得說 我覺得應該說 應該要稍微休息一下 讓你的心靈能夠調適 你這個準到連臉都遮住了 不是職業俊貸 不會感覺 你應該是出道幾年的職業俊貸 因為他可能同時兼顧兩個工作 對啊 有點精神分裂之類的 就是 可能要住一下院 我跟你講 絕對不會有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希望哥哥眼光放紅 希望哥哥你眼光放紅你怎麼了 要這樣 因為老師講到他的心裡 不是你想到什麼快哭啦 我覺得真的 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哪一方面 就是職業俊貸 俊貸 就是 當然可能隔一下待會兒就好了 可是就是 當講到的時候 你內心真的會覺得說 就是 你要兩個工作 要兼顧 然後我以前就被人家說 他說 那你當時哥哥哥 你是把 就是東森悠悠台當跳板 然後要不然就是說 你現在要出唱片 你那麼彈性 當跳板不行嗎 沒有 可是因為 如果用這樣的心情去做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投入在兒童節目的 因為我覺得兒童節目的 大哥哥大姐姐 對 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 就是那麼好當 就是你知道 裝可愛就好 不是 你要有一個是 人家 而且人家小朋友看到你要喜歡你 跟年輕人不一樣 年輕人可能不喜歡你 可能還是會說 不錯啊 我還滿喜歡你們的 可是小朋友不喜歡你 就會直接說我不喜歡你 他們很直接 因為他們沒有心機 他們不會去 OK啦 小朋友 他們 家長也很在意 像蝴蝶姐姐 或蘋果姐姐 他們很怕去找人 這個壓力很大 對 就是會有類似這種心情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因為做了兩個工作之後 你要分清楚這兩個工作 實在太難了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要跟你的一個建議就是 我跟你保證你絕對沒事 真的嗎 如果你覺得可能現在受不了 代表你年紀還太輕了 頂多啦 真的有事就是掉頭髮 為什麼 因為跟我一樣 沒有告訴你 我現在目前手頭上 我已經持續好久一段時間 我可以可以看 你覺得這樣算高 有 不是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你現在是 目前是兩個同時在進行 我現在目前手頭上 同時在做 起碼有四個以上 所以每個也都不一樣 抗壓心要夠 所以其實慢慢的學習 可是我看抗壓心其實還滿高的 那你剛剛想到什麼 什麼心酸到要掉眼淚 你剛剛想到哪一個點呢 那個點就是說就是 小朋友說不喜歡我 沒有 不會 就是因為兩個工作你要 就是兼顧問題 就是如果是譬如說主持節目 可是至少可能主持節目 可能它的時間是 固定 很固定的 可是像西瓜哥哥跟李悅 那個時間是完全是 你搭不上線 因為有的是去內地 跟你在台灣要錄影 或是你要跑活動 對 你就得請假 那你一請假就會有 有朋友 就會有影響 一有影響 可能我一次沒有錄影 半個月電視上看不到我 然後人家就會說 怎麼最近都看不到 然後你又自己 又不知道怎麼回答 OK 就是介於西瓜哥哥跟李悅之間 他不曉得怎麼樣去平衡自己 對啦 因為他是要靠靠自己 來 老師 好 再看一下 溫雪的答案是這個 第一 跟這個 劍鴻跟趙老師一樣 你在下周遇到什麼樣的壓力 然後你要如何來排解呢 一撕開來 劍鴻又會 聖杯時 家庭的和諧需要維繫 怎麼都不要準 準不準 我還講到這裡 又來啊 又準 我跟妳講 妳怎麼都這種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節目有時候準到讓我 我是錄整集 我都起雞皮疙瘩 真的 真的很準 很希望就是家人 不要看到這一集 因為 她們會說 我們家的電視在地 所以算是說家庭是怎麼樣 妳就裝了 我現在出手汗 妳就知道 這個這個這個 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不要緊張這樣 看一下 因為其實這是家庭的成員 有發生一些狀況 譬如說 如果妳有一個弟弟的話 就是弟弟的考試成績很差 結果引發了父母互相指責 說妳小孩怎麼教得像這樣 就變得很頭痛 所以一方面呢 你要關心這個弟弟的課業問題 一方面要當博士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是 爸媽妳不要這樣子 就是會比較雙神一點 等一下老師 有人要丟來胸 你有沒有覺得 你現在身上好像一件衣服都沒穿 怎樣怎樣 是準在哪裡 我姐啊 我姐 因為可能 你不要講太多 你不要講出來 李悅 又怕媽媽知道 然後又很想講 你講 沒有就 就我姐姐 她可能比較喜歡跳舞 因為她可能三四歲 她就去學芭蕾舞 然後可能現代舞 她可能 她現在已經高中了 就是一樣 就可能每個月就是要學一支舞 可能就要花好幾萬塊這樣子 那可能 壓力又在妳身上 她可能把重心 太多放在跳舞的上面 她可能比較少兼顧她的學業 所以 像這一次考試 考試就是 就變成我考得還算不錯 但是我姐可能 考得不好 對 那我家裡就是 會故意就是給我姐的壓力 就說 為什麼妳看妳弟都可以 那麼辛苦 還可以考那麼好 那妳為什麼就是怎麼樣 那我姐可能脾氣又不好 然後就可能造成我們家裡 對妳施加壓力 對 妳不准考得比我好 也會這樣 也不是啦 那妳下次就不要考那麼好了嗎 也不是啦 不是啦 真的啦 老師剛剛有聽到考試對不對 對 我覺得就要想想這個 家人的好 因為做家人是不容易 怎麼會這麼做 能夠做家人是不容易 聽到這句話 要珍惜家人之間的這個緣分 對 被家人跑一點 生命是無償的 要珍惜 我也要跟健鴻姐姐講 其實弟弟考好給他鼓勵 那我覺得 就是也不要太自己這樣子 去給弟弟壓力 不然姐姐妳如果不舒服 妳也要找西瓜哥哥啊 沒錯 我相信妳現在已經內心萌燃對不對 OK 不錯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入選的答案是B 跟景雯一樣 在下週呢 妳會遇到什麼樣的壓力 如何來排解呢 聖杯2 朋友愛人 給妳壓力喔 然後妳要柔順地化解 這意思是說 妳在下週會遇到這個朋友跟情人 變得比較強勢 而且對妳有點意見喔 他們有比較一個 這個針鋒相對的方式 跟妳對話 有點處處為難妳這個意味 譬如說什麼呢 譬如說 今天鞋子罵景雯說 怎麼那麼矮啊 想像朱哥亮一樣 我們總共是矮的人 那妳知道我們哈比的人 就是這樣多單代表 用一個阿Q的方式 跟他們做一個對話 用柔性態度來化解 化乾給文藝 我感覺這個人很奇怪 這張牌人 會不會這樣可以抵過量 妳也讓觀眾朋友 該誰講 她說我抵過量 她不在那裡 很奇怪 妳不能因為頭 當時抵過量 妳就不會抵過量 我這種頭是怎樣 是怎樣得罪妳了 所以說朋友跟愛人之間 有可能會有一些 給她一些壓力 對 給她壓力 我覺得黃士雲老師 剛剛都把她內心的話 講出來 被發現了嗎 很過分的 好 選擇畢業的朋友 特別注意啦 好 像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答案是 第一 跟我們的江老師 跟這個偉忠老師一樣 妳在下面 要選到的難題呢 第六 遇到的是財務狀況 需要求助於專家 真的 但是這個範圍有點大 譬如說可能是 這個房貸上面 利率挑戰 讓妳很頭痛 或者是說妳有開店 那店裡的資金 又需要周轉 周轉又不零 那這個時候呢 妳需要求助一些 對理財有經驗的朋友 或者是理財專家 幫妳做一些規劃 來化險為夷 度過難關 真的準 因為我最近要報 所以不知道怎麼報 就選擇到這個 一的朋友 有一些財務上的狀況 自己要稍微問一下 再做處理 謝謝老師的分析 好準 其實在這個外地的表演 可以說是已經很多了嘛 對 不管是台灣或外地 有沒有在表演的時候 出過什麼好玩的事情 出球啊 幹嘛的 比方說在台上 然後跳到台下 因為有時候 可能到晚上還是有通告 可能是跑一些就是 跑一些 跑一些 然後 妳去跑pop 對 就是因為 表演 有些表演 他們可能希望說 妳可以從比較親民的方式 就是從一些小的地方開始 對 然後我們就是 表演歌完了之後 然後因為大家都很開心嘛 然後好像 有人衝上來就是親我們 從那邊跑上來就抱著不放 然後妳就要頭一轉過去想看 好 可以 謝謝 妳等一下 頭一轉過去他就 親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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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閃得快 然後手就抱著頭 然後就是這樣不放喔 大概有五秒到十秒吧 那妳為什麼不掙扎呢 有掙扎 我說謝謝 因為那時候還在跳 只是尖奏而已 對不對 尷尬啦 然後 還好他有下去 而且他們的 而且他們的舞台啊 大概就真的就是 這麼這樣子而已 就跟這個一樣 這麼低喔 然後呢我們在跳舞的時候 觀眾就是這樣 看著我 那麼近喔 等一下我汗一甩 都會甩到人家臉上的那一種 你講到這個 我贏你一劫 真的嗎 你還有這個一個觀眾在這 然後這個 你們在這表演對不對 然後觀眾就這麼近 我以前在義工隊的時候 曾經有一場表演是 就在平地喔 對 這裡就貼一個膠帶 請起來 我真的不誇張 然後我在這邊 然後我在這邊跳 觀眾就在這這樣 是這麼近喔 有親上去嗎 沒有 沒有沒有 然後你就會 因為他就會就這樣 看著你你知道嗎 然後你跟他眼對眼 你的臉就會這樣 好尷尬 好尷尬喔 所以那個開始會很尷尬 又怕踩到趴 踩到前面的人 不是 因為太近了 對 就是根本 對 可是這個其實還OK 就是只要你就是 裝笑臉 就是你就可以熬過那個尷尬 可是上一次我是在那個 中秋晚會 就是一個中秋 是中秋晚會之類的 然後我就從舞台上摔下來 有沒有怎麼樣 大概快兩公尺吧 然後呢 因為他那個舞台 他那個舞台是就是 做得很華麗 就是攝影機拍起來很漂亮 但事實上是 危險 危險性很高 他前面的外面的那一層 保麗龍裝潢的 對 它是保麗龍跟鐵架 然後我要丟海報 我想說 我再跨遠一點 我就可以丟更遠 然後我一跨出去 踩下去成功的 就是你知道內心 馬上就是千頭萬絮 想說啊不對 要回來 要回來 結果回不來 我們演一下當時的狀況 然後他就在我後面 然後我就 就我在他旁邊 然後他一丟 保麗龍 他人就是在 保麗龍跟鐵架的中間 然後我就下了三秒鐘 然後我就用麥克風 我手上才拿著麥克風 然後我們還在表演 我就說 李悅你沒事吧 拿著麥克風說 好 李悅現在 結果他就是 對大家太熱情 然後感受到他的熱情 所以也要下去 跟大家更接近 然後重點是我 明明就是跌下去了 到底是我還沒有扶他起來 我還說 欸 沒事吧沒事吧 然後他自己爬著麥克風 然後我就自己爬起來 然後那時候我摔到底下的時候 其實呢 就是觀眾的臉 他們沒有太驚訝 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是那天第四個人 只是 第四個人 第四個人 只是那天呢 我摔得比較 就是比較精采 是因為大家都是從旁邊摔 只有我一個人是從正面的舞台摔 所以所有人都把那個柵欄當作是 然後底下的觀眾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都坐在底下嘛 都這樣 然後我就跪在他們面前 然後還在想說 我的麥克風呢 然後一直找麥克風起來 然後那時候 就是鐵架就從這邊 啊 卡到 卡進去 然後我上台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說摸一下 然後可是歌要開始趕快唱 然後內心就想說 這是要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就把門牙摔斷 沒有 其實最討厭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最討厭的是我們表演完那一首歌之後 然後工作人員速度很快 然後就直接 然後又補好了 馬上把它補好 內地的工作人員好厲害 半首歌的時間 那個舞台就完整如初了 他滿專業的啦 不過舞台上的確是危機死亡 所以像你們這樣吐槌算是就是 還沒有什麼危險性 你知道嗎 算是安全的 可是有些人吐槌會特別的嚴重 對… 所以呢我們就從星座排行榜來看 我們請趙欣吳老師 從星座來分析 下一周2月26號到3月4號 有哪些星座人容易吐槌 吐槌機會多 然後要小心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項目呢 是工作 你可能會提案一片空白喔 那是哪個星座要注意呢 來看囉 巨蟹座 我們的經紀人 我們是經紀人 對 要小心 但是呢 其實周禮拜二跟禮拜三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因為呢 在下周二跟周三的時候 月亮呢 剛好落在巨蟹座 然後呢 火星是在摩羯 剛好是他的對攻 因此呢 他會在工作上呢 給他加重了50%的壓力 也就是說呢 本來巨蟹呢 就很會想 而且想很多了 他這時候呢 工作壓力增加了50% 更讓他會胡思亂想 結果呢 真的要讓他站上台 開始提案的時候 突然腦筋就一片空白 而且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所以呢 我要建議這個巨蟹座的朋友 如果說你在下周二跟周三的時候 你的工作上呢 需要有這樣的一個項目 要去執行的時候 看能不能把它稍微延後一點 如果稍微延後一點的話呢 應該就比較不會出現狀況囉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項目會是誰呢 走路 然後呢 會出垂 對 會出垂 會摔跤 是哪個星座呢 謝謝我 來看看 水瓶 宣傳自己要小心喔 對 你的宣傳是水瓶 你宣傳是水瓶喔 怎麼都是你們公司的目前兩位 因為團體啊 團體人多 你的宣傳知道 你融獲為本世紀最忙的星座吧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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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我們包包太多 然後被他在他身上 然後就 就疊很慘 好想知道他人有大肚 我因為那包包都在他身上 可是對他總要小心 對啊 這好可怕 應該是這樣啦 因為他在下半週的時候 大概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這三天要小心 所以你們這三天包包 就不要讓他背了 因為這三天的時候呢 水星跟火星都落在水瓶喔 那我們知道水瓶 其實頭腦反應算快 可是因為火星 掌管你的行動力啊 那麼如果火星也水瓶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快點快點快點 所以當你的頭腦下達指令 到你的腳的時候呢 其實你那個腳已經跨出去了 即使說你的腦在跟你的腳說 小心喔 有樓梯喔 可是你的腳因為已經跨出去 所以你可能就已經甩腳了 自己就倒了 腳比腦快 對 就是動作會比思考要快 所以老師你有沒有建議 他們三個要背他的宣傳 好高 你看他前面有點疊 結果現在你都會甩腳了 對 要特別的注意囉 好 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還有吃飯可能會嗆到噎到的 是誰呢 我們來看看 摩羯座 是在這個禮拜二跟禮拜三的時候 跳過這兩天就好了 要不然你就這兩天喝水好了 但是喝水好像也會嗆到吧 對 還是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禮拜二跟禮拜三的時候 是火星剛好落在摩羯 所以它很急 它很趕 那麼我們也知道摩羯 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一個星座 它可能隨時隨地 它的腦袋裡呢 都想著跟它的工作 跟它的事情是有相關的 然後又剛好呢 二三的時候是月亮在巨蟹 在它的對攻 所以它的思考呢 加速了很多 而且加了非常多 就在這個時候呢 它可能一邊吃東西 一邊想問題的時候 就不小心可能噎到了 那如果說是自己吃飯 也就沒關係囉 如果是跟人家一起吃 就是這個一嗆到一噴的時候 萬一噴到人家玩 你怎麼看喔 對 所以呢 什麼都沒啦 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過還好啦 就禮拜二跟禮拜三 那你就自己吃好了 避過這兩天 不要被人家吃飯 來 我們來看 接下來這兩個 是整週都要注意喔 整週耶 前面這三個呢 還有分時間 接下來這兩個 可是全週喔 來 愛情 表白錯誤喔 不要亂表白是誰 射手 王少偉 真的 王少偉 我朋友跟那幾個 不好意思 我朋友跟那幾個 林志玲 王少偉 你真的不要亂表白 你聽老師怎麼說 還有侯佩誠 為什麼在下一週 射手是全週都要注意呢 因為呢 在下一週 剛好穆星明也是在射手 冥王星也是在射手 穆星在射手的時候 他會過度樂觀的想像空間 他可能突然覺得說 哇 這個好讚喔 突然他也看了他一眼 他就覺得說 有概念啦 真是的 然後就想說 去表白一下好了 可是冥王星 因為也在射手 冥王星是一顆什麼心呢 他在告訴你 一定要多加思考 千萬不要輕易地 就去決定 當你輕易地 決定的時候呢 你就有可能會突出 所以表示說 你的愛情 不要去亂表白 全週喔 一到六 甚至到禮拜天 你都要記住喔 OK 那麼這第一個是誰呢 也是整個禮拜喔 老師那樣是第一名的意思嗎 應該是說這幾個星座 要注意你的狀況 整禮拜 這第一個 然後也是一整週 他要小心什麼事 來 先看什麼事 長蛇 而且就站在你後面 你站在前面講他的時候 他就站在你後面出來了 到底是什麼星座 是誰呢 誰誰誰 天秤 還好都沒有 導播 導播 你不要想說 你的老頂公公的拍位 我都不知道 其實導播我們都站在你後面 你不知道 這些隔音都 導播是不是有在 我們都搶下來 我們的導播是天秤做的 對 為什麼是天秤 要小心千萬不要太長蛇 因為在下一週一整週金星都落在牡羊 那麼代表對牡羊會非常有利 可是牡羊的對公就是天秤 所以天秤要特別的小心 而且因為金星它基本上也跟人際關係 互動上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關係 所以表示天秤在下一週的人際關係 本身就要注意 因此千萬不要隨便在那裡 到人家長膽 說人家是非 到時候你說一說的時候 突然間牠就站在你後面 這樣問題就出來了 對 而且就糗大了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謝謝老師的分析 以上這五個星座 小心自止會出垂 沒有問題 接下來要問三位 三位我待會兒問這個問題 數到三一起指 好不好 用什麼手指 用手指就好 請問你們三個誰的女人緣比較好 預備 你們這個根本就是串好的啊 可是真的是她啊 沒有重複 我們真的沒有亂指啊 你願意指自己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剛剛想要指別人的時候 她手打到我就指自己 真是厲害 所以是個別女人緣都不錯 我是 我覺得建宏 我是女生緣 大概小女孩 小女孩 五歲以下 所以肯尼是覺得沈建宏的女人緣很好 對 因為畢竟從國中上來很多 年輕女孩現在正在 比較多關注這種 有關演藝圈的東西 建宏什麼星座 天蠍 天蠍 肯尼斯呢 醋女座 李悅 莊 李悅跟你一樣 所以你們都覺得她的女人緣 是最好的 我覺得還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手面相 我們請趙文中老師來分解 怎麼樣手面相的人 她是會願意接受 年紀比她還長的異性嗎 容易吸引到年長的異性 謝謝翔哥 基本上我們手面相來看的話 這種人可能她是男生 可能會被這個老女人包養 或倒貼的機會 也許她是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嫩潮 一直被老牛吃 她礙於工作 或者她為了就學 或者家庭 也有這種可能 那其次就是說 它代表這個人 有比較容易孤獨的可能性 基本上它是一心圓 忘年之交的戀愛 我們從這個 從這個愛情線頭 如果你的愛情線頭 感情線有兩條線的話 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你本身來說已經心有所屬了 但是因為工作或學業 或是在職場上 或是其他的姻緣機會 有年長者喜歡你 你本身又不太願意去拒絕它 於是產生了一個 我們所說的劈腿 或是雙向的戀愛 一種是肉體上的一種歡喜 一種是心靈上的 那代表這種的感情世界上 比較複雜 而你真正最愛的 可能就是你自己親友所屬的 它代表是一種 來自於旁邊的一種愛 感情線有雙向的 兩條線的 它不見得那麼長 你有兩條 是這個嗎 這個是婚姻線 這邊 沈建宏有嗎 沒有 他沒有 他看錯了 不要嚇人了 年紀小小的就有這種傾向 這樣子嗎 這個還算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條好不好 第二項本身來說 因為你的感情本身來說 感情線一直下垂 止於這個理智線 什麼意思呢 這種人比較喜歡瞬間的愛情 他也許對愛情的觀念 不夠理智的判斷 而他本身來說 對別人來說 容易產生一個純純的愛 與人交往都非常的謙和 在感情的世界裡頭 他容易向下去沉淪 也容易會放下身段去接受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會有年長者 就頭還送抱 或主動來跟你接近 這種感情線向下的 沒有超過理智線的 代表他對情感的判斷 是有點錯誤的 所以很多人 像我們這種感情線 都往上對不對 都會越早越好 慢慢的一直一直 挑最好的來做選擇 感情線向下的 沒有超過智慧線的 都代表有這個 長輩員的機會 那也代表他比較 不挑吃啦 這樣這樣 不緊吃 不緊吃 台灣意思嗎 不緊吃 其次就是我們說的感情線 因為感情線 這邊代表我們年少的時候的感情 尾端代表年老的時候 在年少的時候 產生有一個分岔的現象 你也知道嗎 老少配一定是年少的時候 產生這樣的分岔 而且到最後來說 基本上它不太可能 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年少的感情的觀念分歧 是你自己的決定決策錯誤 所以說你跟這個 有長輩的緣分 而且會備受疼愛 它也代表有人氣 但是感情不穩定 而且發生在你年少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 你剛剛一講說有人氣 我在想說耶 然後你就說感情不順利 想要算 有耶 它是上面分岔的 上面那是代表你年老的時候 感情上會有分岔 那是表示你被 你會老年的時候愛上年輕的 到時候會有一種失戀的 被甩掉的危險 沒有我前後端都有耶 那代表中年幸福 老年少年的時候 感情比較不穩定 那什麼都是不好的 中年的時候 大概就30歲到50歲段時間 感情回應都很穩定 那如果有算命的老師 就有跟我說過說 我過30才會很好 過30才好 所以慢慢會去 慢慢來啦 不用擔心 那如果以整個面相來看的話 我們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幾個特徵有沒有 第一個 唇上有這個我們所說的 縱向的紋路或是有字 唇上 唇上 就這樣像那個 是人中這個地方嗎 不是 嘴唇 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嘴唇上緣 對 有這個縱紋有沒有 或是有字的 這種人通常你會注意到 如果你到農民之家的話 或是眷村的話 很多那種老娃娶 那個我們說那個 山花有沒有 或是年輕的女孩子 那種情形在我們所說的 老少配是最多的 嘴唇有這個縱紋的 是屬於嫁給 旺年的老年的一個配偶的 有的是年輕的話 嫁給娶了一個 比較年長的女性 也有可能 那以你們三個來說 以你們三個都是任年生的 他們三個 以面相來看的話 其實你們三個人是重情重義的 你們是有長輩緣的 有長輩緣的 所以整個你面相來看 還有你們三人來看 你們其實是 你們三個最主要是 財務糾紛要小心一點 他們三人直接 他們三個人 將來財務糾紛 哪方面 哪方面 因為五曲星劃劑 你們兩個將來分紅方面 契約方面 還有誰多誰少方面 還有這個Case要不要接 那個Case要不要接 會有很大的爭議 誰跟誰 第一個 你跟你的經紀人部分 認為分紅或是抽成的部分 有一點爭議 第二個 有一些廣告通告有沒有 到底要不要接 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有錢就賺了 另外說這個會不會 影響到我們的這個身價 形象 第三個就是說 財務上互相的關係有沒有 有很大的一個分歧 理財分歧的觀念 這最重要 團體啦 你們三個人其實 你們三個人其實講真的 你們三個人越來越旺 你們是有老女人的緣分 老女人的緣分 為什麼剛剛對的聲音那麼高 老師你是看哪裡 因為 誰最有 老師 你可不可以鐵口直斷 他們三個人是誰 因為他們三個人很巧 他們三個人都是任年生 任年生的人 由天良心劃路 指為心劃全 天良指為代表老人之愛的意思 所以你們三個人 是真的不是 誰最強 最強 以整個面相來看的話 西瓜哥哥跟那個 沈建宏 沈建宏兩個是超強的 尤其是那個 建宏那個自嫩的樣子有沒有 多少老女人 老女人看了 口水直流 不是 我發現一件事 其實這樣子 就是議員剛剛被講說 只是沒有 沒事 不是 我發現一件事 我發現沈建宏只要一講到說 他很有長輩員 有女生的長輩員 他就超開心 你那麼喜歡大的女生 喜歡 因為是好事 沒有 其實還有另外一點好事 就是跟他從小生活環境 我們公司全部 一定年紀都比他大 建宏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Range差多少 景雯阿姨可以 景雯阿姨不算 你叫阿姨 Range 景雯姐姐可以嗎 像我跟你差兩歲 還好我現在不會去想 差幾歲Range 10歲以上可以 所以接手的話 10歲有一點太多 好 我們繼續下一個題目 思想會跟著年紀改變 對啦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夭壽準的卡羅牌測驗 你容易受到什麼樣影響 而不專心呢 有些人是感情 有些人是工作 你容易受到什麼影響 而不專心呢 我是群老師 我們就要看一下 是你的分心指數 所以指數越高 代表你越容易分心喔 這樣一樣 停在心裡面 默想一個字母 看哪一個字母在發光 就是你的答案囉 是的 A B C D E 請趕快選一個 來 神劍宏 B 李悅 B B耶 我也是B E E E 節字是 A A 完了完了 沒講就講準 而且剛剛 閑上我們兩個都會怎麼講 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一起 A 我們兩個感覺很像 老師 邵老師 D 我選B 我選B 有一個老師選D 好 我選C 我選C 是的 觀眾朋友A B C D E 除了A以外都可以選 我告訴你 這個人很喜歡看我們兩個一起選 好 所以如果你選的答案是D 跟這個火星的張伯伯一樣的話 你的答案是什麼呢 會因為什麼樣的影響而分心呢 經地試者20分 所以分數很低 他非常專心喔 無論何時都很專心 所以基本上 你是屬於那種專注力超強 一開始工作之後 聽不到外面的聲音這樣 進入你的個人世界裡面 但之後有一個問題 就把它抽離出來比較難 他在上班的時候 太專心 你下班的時候他要出來 然後他花一點時間 手指要有點僵硬 要需要活動一下這樣 才開始有那種感覺 太專心 基本上已經到了盲蟲的一個地步 太多了 就盲蟲 僵在那裡 只要特別注意 身體不要太僵硬 要把這個靈魂叫回來 對… 讓我們看一下文選的答案是1 跟我們這個維中老師和肯尼斯一樣 你會因為什麼影響然後分心呢 舉者40分也分數滿低的好多 那也不錯耶 自然而然就會分心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說 你明明在練鋼琴啊 然後彈得很旺文 然後彈得很旺文 旺密喊 你也沒有要吃你們肚子裡 我而然就會 看一下這個熊蟲在幹嘛 只有你 只是揮手而已 真的 我覺得很好玩這樣 自然而然就會分心 所以這個準 準準準 所以立起肯尼斯嘛 容易被影響 真的我念書的時候 我突然旁邊有人比掉了什麼 我就什麼東西掉了 還是旁邊那邊真的是 有時候念書晚上會有學霸掌 從那個巷子騎車過去 然後我真的還曾經跑到學校 他們去追 結果追不到 大家都有這種經驗耶 但有些人真的是很容易被影響 對… 像我時候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有沒有 會左顧右盼 或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 就不明其妙就會被吸引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是雙魚座的特性 對啊 專注力不夠 人家也… 對 我雙魚座 典型雙魚座 所以人家會以我們不專心 其實我們是 好像一個莫名的恐懼 我們是茶煙光… 茶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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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那句話 如果講得很好的話 就幫我們擺盤面子 你知道嗎 可是沒講好 突然出現了 原不起來 所以看一下 這樣的朋友 你們可能需要給自己一個 強制的時間做起表 就是說 我一點到三點做功課 然後三點到四點做運動 一定要照顧用一個均勢化的方式 來按表操課 讓你變得比較專心 了解… 好 現在看一下 如果你選的答案是B 跟這個趙老師 還有李悅 跟這個劍紅一樣 你會因為邪魔的影響 然後來分心呢 戀人 60分 異性相心 我們剛剛兩個講到 就是剛剛兩個 我們一起選的都是跟愛情 大姐姐 為什麼我們都選到跟愛情 是大姐姐的咩 對 那戀情問你想到他什麼呢 對 所以我舉個例子 就是基本上 譬如說你在這個超市買菜 大家拿的是這個空心菜 一個A菜 就看到一個 那個男長不錯耶 就拿保險套啊 殺蟲劑啊 拿一堆你不要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一個 好像還OK的對象 就會就開始 身體有點發熱 呼吸一吸 心裡通風掉 可是拿的東西 也太跳痛了吧 你說什麼 保險套跟殺蟲劑怎麼會擺一起 沒有 老師是比喻 因為基本上 保險套跟上去都不會擺在同一個櫃子上 對啊 對 你怎麼那麼清楚 一定是分開的 你一定是 殺蟲劑是這個 家裡的清潔用品 對 家用的東西 保險套我覺得不是清潔用品 都是跟殺具有關啊 都是殺蟲的啊 也是殺蟲 也是殺蟲 蟲 原來你都知道啊 你也會害羞喔 他很會講話喔 他就是很容易受愛情的吸引而影響住 對 容易動情 然後有這種淮春的情愫容易產生 好 荷爾蒙比較多 耶 好 熱了喔 熱了熱了 荷爾蒙受罪了 這樣就李月散熱一下 我說還是拿蒸蒸蒸 如果你選擇這個答案是C喔 跟這個波羅老師一樣 你會因為什麼樣的影響來分心呢 好見識者 好 分心指數有點高喔 對 80分 新聞八卦會讓你分心喔 我們來這邊來說舉個例子 譬如說呢 你本來打這個太極拳 打的這個已經神遊太虛了 後來發現 欸 因為這個劉擦玲啊 做過發明的這個詩人 就停下來 回商量說 蛤 又可以這樣子的 那個楊擦偉怎麼辦呢 它是一個上等貨耶 真的是不懂得這個珍惜感情這樣子 所以要注意喔 聽到八卦或什麼東西啊 竟然用上等貨 所以今天我們就把這直接 把電視關起來 對對對 但是其實這個波羅老師很熱心 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你們新聞八卦啊 在工作的時候就先不要去看 這樣會影響心情 到底這樣是好來是差的呢 看一下 會影響的影響來分心呢 聖杯酒 等一下喔 分心指數100分代表差 OK 吃喝玩樂 這個會讓你分心喔 今天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我們以前 我們在唸武專的時候嘛 那開學第一天 旁邊的人跟我講說 欸你怎麼了 去KTBK一下 我想說 還有第一天啊 你是不是學生啊 好好唸書啊 所以我們有二幾個人要去喔 一大票人要去 真的嗎 今天要去忙走 你會因為聽到哪裡有這個 好吃好玩的啊 就會容易放下這個手邊的工作 去摻一腳 尤其是一大票的人喔 然後你就去玩的時候 對你來講 根本是無法抗拒 好 所以呢其實老師分析的 非常的有道理 大家要特別注意了喔 是的 那現在因為過年了 已經過完年了嘛 就是準備 該開工的也開工了 對啊 該開學的也開學的 準備要收心喔 可是要怎麼收心 很多媽媽忙忙然 不要緊 現在自己 我們有開運百寶箱 這個幫你收心 注意力集中了 有什麼樣的秘訣呢 江佛樂老師 老師告訴你一個方法 很多人的思緒粉朗 其無不定 跟心思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準備一朵百合花一束 一束 但請記得白花要放在你桌面的正前方 就是像我老師這樣做 放在你的正前方 為什麼 花它有穩定情緒的作用 因為花可以三花索的 分多釘出來 對 它有香味 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在花瓣上 尤其你選白色的 白色的白花是最好 為什麼 白色代表光明清潔天真無邪的意思 而且白色的花味道也是最香的 最濃的 對 那請記得用藍筆或黑筆 在這個白花的花瓣上寫個 比如說江佛樂 但請記得安魂定破 在奇門燉甲裡面 我們仍有所謂的三魂七魄 你可能失去混亂 搞不清楚的話 代表說你的注意力比較不集中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把寫上四個字 安魂定破之後呢 讓你能夠失去能夠集中 這是一個方法 因為為什麼 花經過這個水的滋潤之後 花會成長 那花會慢慢的呼吸慢慢的成長 對你的穩定期間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 還有第二種方法 在風水學裡面 食場 水晶都有很多的能量食場 是 尤其水晶有記憶能量 對 它可以消除負能量 那老師要告訴你 為什麼要買白水晶 一樣的意思 白水晶可以讓你的心輪 你的脈輪 產生穩定的情緒跟思緒 那請記得 白水晶球一顆 也可以擺在桌子的正前方 像老師這個鳳梨這個地方 擺在你的正前方 為什麼你要冥想 但是冥想的時候 你請記得眼睛要閉下來之後 當你思緒很亂 很亂的時候 眼睛閉下來之後 冥想這個白水晶的樣子 從眉心這個眉心輪 從這個眉心輪 觀想這個水晶球 白色的水晶球之後 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呼吸之後 你的心序會穩定下來 或是一般你比較沒有注意力 沒有辦法集中的 你又沒有所謂的辦公桌 可以來放的話 那老師建議你可以買個白水晶 白水晶像老師這樣 白水晶 這個水晶的球度 剛好跟心臟位置差不多高 因為白水晶關在你的胸口 它要穩定你的心情 穩定你的思緒 或是呢 我們講說你在左手裡面 左手我們說 氣從左手進以後 右手來出的時候 可以再掛個白水晶的項鍊 關在你的手上 對於穩定情緒 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注意力集中之後呢 工作當然一定就會一帆風順 就會大放異彩 所以現在我們要從星座來分析 下一週哪些星座人呢 在工作上面會 那麼這個時候呢 必須要看太陽跟土星 因為土星本來就跟你的工作 是有相關的 對 我們現場呢 協志的太陽在雙魚 土星在獅子 景文是兩個都在雙子 李悅呢 是太陽在雙魚 土星在天平 肯尼斯呢 是太陽在處女 然後土星也是天平 我們劍猴呢 是太陽天蝎 土星天水平 第五名呢 是哪個星座會因為什麼狀況 而讓他大放異彩呢 雙子座 哇 哇 你出文了 大放異彩 為什麼呢 可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長期經驗的累積 而讓他在工作上大放異彩 主要呢 因為呢 這個經驗的豐富的關係 而且呢 因為可能剛開工的關係啦 所以呢 大家好像心境上呢 都還沒有在一個最穩定的狀況 可是呢 好像就會出現了麻煩事 那麼雙子 因為頭腦非常的靈活 再憑他的經驗豐富呢 馬上就可以解決了這件事情 因此可能會讓老闆跟上司覺得說 哇 好像沒有注意過他 這個時候就會開始慢慢的注意你 對 而讓你在工作上的表現呢 會越來越好喔 那我們來看看呢 恭喜雙子座 第四名是誰呢 是太陽土星在哪裡呢 獅子 獅子 對 我的 我的土星在獅子 對 獅子的土星在獅子 是因為自信的工作能力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2月26號的到3月4號的時候呢 他有可能是亂世之中的出頭英雄 厲害喔 英雄 請叫我鄭成功 因為呢 有可能是在一個混亂的場面當中 那麼因為獅子本身呢 他很有霸氣 因此呢 他的這個霸氣呢 帶領了他呢 讓他有這個氣勢 然後處理了這個場面 而讓他呢 在工作上呢 表現突出 因此呢 讓上司來個刮目相看喔 所以呢 好像在工作上的表現會不錯 其實第三名的這個星座 是因為運氣帶給他的喔 我都說呢 這個星座呢 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好運氣 我們來看看呢 是太陽土星在哪裡 天蠍 姜老師 運氣帶來大幫忙 對 沒錯 對 是因為 我都說他是天外飛來一筆的運氣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剛剛不是在說過 下一周會吐賊的是 這個天秤座 不要講人家壞話 是因為金星整周都在牡羊嘛 那我們知道牡羊呢 在下一周呢 剛好走到天蠍的工作宮 因此呢 讓天蠍呢 在工作上呢 馬上多了百分之五十的運氣出來 所以呢 要建議這個太陽土星在天蠍的人呢 在下一周呢 記得了 如果說妳要談有業 跟業績有相關的 或者是說呢 在工作上需要有接到Case的 我相信呢 妳的運氣都會很好 再加上妳認真努力的話呢 一定會有最好的成績表現出來的喔 第二名是太陽土星在哪裡 耶 耶 恭喜 恭喜恭喜 小明星 老天有言 總算小勝 兩者 連中二原 也真的是喔 幫我當早服的採訪啦 точно 這個準 老壯他一球 小勝一球 那這怎麼回事 今天是雨的天下 不要再懷疑了 憋了四幾分鐘了 要知道喔 其實在下一周呢 慢慢講 为什么太阳土星是在双鱼的人 因为他必须要主动出击 其实在下一周 你想要在工作上 让你有最好的表现的话 你一定要当主动出击的人 而且要当一个带领者 也就是说其实机会会很多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也懒懒的话 没有去争取机会 那么可能也没有办法 所以要建议太阳土星在双鱼的人 在下一周一定要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 你就一定会有最好的表现出来 双鱼一贴上去都不用解释 接着是泡 接着是泡 我刚才是这样想 我刚才知道老师后面讲的是 我没有想过听得到的 你是要讲啊 所以要让我们这个星座人服气吧 可是他有第一名的 来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 其实第一名的人 也可以算是因为运气带给他的 来 太阳土星在牡羊 我们的制作人 牡羊 他是如何好运 其实是因为所有可能在工作团队当中 不管说是上司同事 应该是大家一起而把它推向 另外一个工作上一个最好的表现出来 我刚刚也是有一个心理的想法 就是我们收视率可能过二 然后如鱼 因为你是第一名嘛 一直飙上去 对 我觉得这大方一杂 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没错 没错 破零号收视破零三杂 你看我们全部的配五个五名 也沾这里面都有 我们全部都有 全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更上一车 不错 所以也谢谢赵老师的分析 谢谢 希望大家不只下个礼拜 希望我们今天都是好天 同时也希望大家多支持元气 谢谢 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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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谢谢四位老师 谢谢 今天下个礼拜一的晚上9点30分 继续锁定东森综合台 台运建议团下礼拜见了 拜拜 Yeah